春天 詞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樂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許日赫赫五月未惡 執上蒼蝲重回行河 竹梦江山路正路 望天涯不蹉跎 歌姬府里大衣出鹅 从山如柳春秋唱歌 过云新帅连百姓 路骨热血举黄河 好男儿只在四方 推逼三舍对承诺 只愿前下太平鲁 好男儿只在四方 不把礼秀干戈 千秋共我人平说 好男儿只在四方 不把 放 我以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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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殿里的漫长 沙长 如果做成粗布 可以令多少人穿暖 还有我们桌上 这些山珍海味 如果换成宿命 又能让多少人吃饱 还有这巷炉里染着的檀香 如果换成新柴 又能让多少人取暖 崇尔久居漏境 初回都城 看来对宫中的生活 并不适应 颇有些少见多怪 自古以来 百姓有百姓过的日子 公卿贵族 有公卿贵族过的生活 倘若公卿贵族 与百姓吃穿用度一样 那没官又有什么意义呢 只知享乐的官员 便是贪官 就像新田的大夫 杜仲 芳润之流 这种人若不铲除 任君府再有多少疆土 都将会失去 这简直是污蔑朝政 诋毁百官哪 崇尔公子 这是言过其实 威严所听啊 这就是为了标榜自己 不择手段 崇尔 不要胡闹了 退下 请君府立刻撤掉延期 把桌上的食物和器皿 分发给百姓 急早攻神 新田贪官 以证我晋国官场封赏 崇尔公子 你这是在逼迫国君吗 为民请愿 即使逼迫又何妨 这太不像话了 这 哪有这样的 公君 请恕崇尔无状 都是老臣的错呀 是老臣没有及时教她 宫廷礼仪 才使她这么愉悦 请国君恕罪 外公 你不必如此 我不是无力举闹 崇尔是替君府分忧 为官不整 为官不仁 贪官 贪赃王法之风 若不严惩 不仅会动摇国本 还会令百姓心寒 请君父明断 国君 崇尔公然 驳斥臣妾的面子 但臣妾一点都不懊恼 反而念其一片赤诚 不如就从其所请 把新田一案 在此宫审吧 罢了 就如你所愿 寡人亲审此案 沈庸 在 撤去宴席 押杜众方润 入殿受审 为 外公 太师 没事了 来 君父 这是杜众方润二人的供词 还要下级官吏 未抽 礼目的证词 杜众方润二人 执掌新田县以来 贪赃王法 欺凌百姓 罪行昭昭 还请君父 严查 新田乃晋国众议 原本附属之地 寡人将新田交给你们二人手中 可你们却辜负了寡人的信任 实在该死 国君冤枉啊 天大的冤枉啊 方大人 事已至此 就不必多言了 你我蒙君恩多年 纵然蒙冤而死 也不能让国君父子反目啊 杜众 你此话何意 国君不必多问 我等速速求死 杜大夫 威权忠义 舍生忘死 罢了 王瑞 与你共进退 哦 难道你二人还另有隐情 国君哪 何止是隐情啊 实在是天大的冤枉啊 小臣 于杜大夫 为官清正 治下颜柯 又不会奉迎 所以才得罪了崇尔公子 应生生 把这贪墨赈灾前粮的罪名 扣在我二人身上 实在是冤枉啊 你们二人胡说什么呢这是 国君 杜众方仁二人诡计多端 为了脱罪胡乱攀扯 不足为信 是与非寡人自有定夺 方仁 你说崇尔应扣罪名 于你和杜众 那这正言 小臣又怎么解释 国君 小臣 是个读书的私本人 小臣我 守不住 严刑拷打呀 他真是取打成招啊 你这伤哪儿来的 我从来没有对你用过刑 公子饶命啊 公子饶命啊 小臣浑身是伤 实在是 受不住了 童儿 大殿之上寡人面前 你还想动粗吗 君父 儿臣从来没有用过刑 那没有用刑 他们身上的伤 又是从哪里来的 我那知道从哪儿来的 君父 您信我还是信他 为君者 信实证 国君明鉴 不要再审下去了 以免伤了国君父子的和气 我等甘愿伏法 以平息一切 什么叫伤了父子间的和气 你明明自己罪责难逃 还怕自己说得大义凛然 你简直是太无耻了 还望公子在我死后 兑现承诺 放了我幼子老母 国君 杜大夫欲言又止 此案定另有隐情 国君 国君 行不上大夫 驱打成招不能算数 又何况 一切家人为之 此案还需降察呀 杜忠 寡人面前你不必忌惮其他 你只要如实回奏 寡人保你家人无恙 国君哪 我等实在是冤枉啊 崇尔公子出到新田之时 我和方县主忙于赈灾 以支招待不周 得罪了崇尔公子 新田仓管未愁礼目 先前偷卖赈粮被我惩罚 心怀怨愿 唆使公子对我二人起了嫌隙 又引诱公子撕开库斧 贪莫赈粮 返向罪名扣在我党的头上 这重刑之下我等 是趋于他成招啊 是啊 国君 世人都说崇尔公子贤明 其实那都是假的呀 公子表面致贪 实际上他实在借机敛财啊 他还抢了寻习大夫的兄长 欣田寻伯一家 把金银珠宝搜罗一空啊 这就是诬信 公子你就是打死小臣 小臣也得说实话呀 放手 还不赶紧松手 你 君父 他人一派胡言 从而没有驱大成招 更没有抓他们的家人 也没有抢寻伯家的钱财 是 我是抢了他们家的粮食 但也是为了救百姓之急啊 况且 后来也得到了寻伯的谅解 寻习可有此事 是 国君 家兄被抢一事属实 但家兄声名大义 一再叮嘱微臣 不要声张此事 虽然毕生积蓄备略略一空 就当为国出力 为君分忧了 国君哪 您都听到了吧 小臣句句属实啊 你这是断章取义 混淆视听 你们不必争了 寡人还没糊涂 方润杜咒 你们控诉崇尔公子 欺世道明 借赈灾敛财 可有时政 国君 国君可派人前往糊涂府搜捡 这新田所贪的财物 藏匿于此 一搜便知 你怎么像个疯狗一样乱咬人啊 这关我外公什么事 糊涂大人事先或许不知 事后包庇藏赃 也应属重罪 好一点语多的藏官 我现在就杀了你们两个人 放肆 来人 赵伯迪进殿 博迪在 苏大人去湖屠府查证 有阻拦者杀无赦 唯 对 众卿烧安 随寡人 一起辩明此案 您看 他们在那边 没告诉他们说 老大人从来不收礼吗 告诉他们了 可是 他们都是新田的灾民 人家也都是一片好心 再说 送的也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 我也没办法推死 管事大人 使不得使不得呀 诸位呀 你们还是赶紧回去吧 我们家老大人 一生清廉 从来都不收东西呀 你们这不是难为我吗 管事大人 崇尔公子 置贪抗旱 就万民于水火 我们这些穷苦百姓 心存感激 无以回报 就亲手伐木 造了一辆这样的车架 方便老大人出行使用 这是我们新田百姓的 一点心意 您要是不收 我们怎么向乡亲们交代呀 是啊 您就收了 这车架已经拉来了 您就收下吧 我等告辞了 我等告辞了 收下吧 告辞了 这 这可不行哪 这 这可怎么办呀 这 这可怎么办呀 补国军之令 查查胡托府 所有人等不得阻拦 为令者 斩 这 这样 子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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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新天老百姓 给我们家老大人送的车架 这个 这个 不是 不是 方正在此 不是 重头拿下 大人 大人 这是个误会呀 大人 这是什么 国君 这是微臣从胡图府搜出来的 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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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 真是没想到 真是 他两个真是 大意 好意 这真是贼喊捉贼啊 诚儿公子 新田之行所获破风啊 君父 这是栽赃 分明就是栽赃 这一定是杜仲和方润 他们二人的诡计 公子说笑了 我二人被附在囚车之中 一路重兵压戒 综有诡计 也使不出啊 公子啊 您就承认了吧 郭君 会宽恕您的 您就承认了吧 这 你们两个解释太无耻了 我当初就应该 把你们两个人 够了 冲儿 人证物证俱在 你怎么说 君父 冲儿没有做过的事情 绝对不会承认 捕图 你又怎么说 国君睿智 老臣 无话可说 是 把他打开 aciones 真是 夫人 是 把它打开 夫人 可是这个 这提起酒在地下埋了十八年 味道还是依然醇厚 国君在大殿为公子设宴洗尘 夫人还怕公子没有酒喝吗 这大殿的酒再名贵 也抵不过这提起酒 小人从来没有听说过 这提起呢 指的是这酒的颜色呈红黄 因为具有家乡的特色 又是我亲自所酿 崇尔 她一定会喜欢 夫人 香儿 前面大殿的酒席可结束了 大事不好了 夫人 出什么事了 虎托大人和崇尔公子被圈禁了 国君大殿 虽说没有当即定罪 但听说事关重大 搞不好 会珠脸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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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我今天把这聘礼也带来了 我倒要看看这个离恒该怎么应对 好美人 好不 你 你 你别撞着我大咽 这可是我的聘礼来着 聘礼 什么聘礼啊 公子出这么大的事情 你还有心思送聘礼啊 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子翠 不能去 擅闯大佬可是死罪 公子的事情很复杂 我们不能妄动 我不管什么罪不罪的 你这个书呆子 要是我陪在公子身边的话 公子不会受这样的委屈啊 是啊 这次公子的事 真的是委屈他了 这到底出了什么事 心田大案 贪官方案 不仅公子就连糊涂太事 也被一同家入狱了 知道了吧 我看你小子有点工夫 怎么样 跟我救公子去吧 戒大侠 我知道你武功好 凭你的本事 闯入大牢也不难 或许还真能把公子给救出来 可你敢保证 在打斗当中 公子会毫发无伤吗 退一步讲 就算你能把他救出来 难道你打算 让他以戴罪之身 陪你一起游历江湖 公子永难 我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你是他的陪臣 自然要了解他的性格和报复 若不能为他喜悦 让他以无罪之身走出冤狱 那就算你闯进去了 他也不会跟你走啊 听到了吗 子推 江兄说得对 好了好了 你们都是他的陪臣 又跟欣恬一世有关系 现在 做什么事情都备受瞩目 我劝你们 还是不要轻举妄动的好 放心吧 我会以我自己的办法 查听此事 不管是谁要害他 咱总不能让他如愿才是 这个人嬉闹与肃穆时 判若两人 听他的话极有道理 可我总觉得 他好像是知道一些什么 不管怎么样 我们还是要坐下来好好商议一下 如何找到证据 寄公子喜愿 果军当时气得脸色都变了 当即下旨将崇尔跟糊涂圈进 这下他们肯定脱不了罪 当年留他一条小命 若他知去 就该老老实实呆在敌国 居然跑来 与我儿身生夺敌 国军的位子 只能属于我的身生 任何人都不要妄想染指 否则就是自寻死路 军夫人说得是 姑母 原来这一切都是你指使的 我以为你肯定是 为什么要陷害虫啊 姜儿 你是用这种说话的态度 来质问姑母吗 姜儿自小在宫中长大 虽然受军妇呵护宠爱 但也见惯了嫔妃争处 兄弟夺嫔 但争归争 斗归斗 做人得要有底线 姑母 我知道 你做这一切 都是为了保护 申申表哥的地位 可崇尔 他纯真善良 他绝对不会跟表哥争的 你又何苦 做得如此赶尽杀绝 纯真善良 谁能保证在军权和利益面前 永远地纯真善良 或许他人性本善 但身处庙堂 谁能保证初心不改 与其等他羽衣丰满 与身生相争 倒不如趁他羽衣未封 斩草除根 你这是把别人 当作了假想敌 人家根本就没有害过你 还有 糊涂是两朝老臣 忠肝义胆 你为何连他也不放过呀 忠肝义胆 看来他是隐藏得很深的 深藏不露 这样的人更可怕 况且我对付的就是崇尔 崇尔的羽党自然要连根拔起 否则 后患无穷 你 你这是陷害中央 颠倒黑白 身生表哥他是最人意的 他是绝对不会赞同你的 就是因为你的身生表哥 天性仁义 宅心仁厚 他这样的性情 最容易被人家欺负 所以作为母亲 只能想方设法 抱他周全 我这次彻底斩杀崇尔的势力 就是为了 要让身生顺利当上太子 要为他扫清一切 潜在的障碍 我知道 姜儿 你喜欢崇尔 但是我告诉你 你们两个是不可能的 因为身生也喜欢你 只要我儿子想得到的 我拼尽全力 也要为他实现 所以坦白说 你姑母不遗余力地斩杀崇尔 这里面 自然也有你的原因 不遗余力地斩杀 崇尔啊 过来坐吧 都是崇尔不好 连累外公 如果是有人 故意涉局陷害 连外公都很难应付 更何况是你了 外公啊 其实这儿 根本就关不住我 我想出去 你的意思是 逃出去 对啊 那出去以后 你又该如何呢 我出去以后 想办法找到证据 替咱们洗冤呀 且不说 你闯得出去闯不出去 你即便是出去了 找到了证据 你也是逃犯了 这本身就是负罪 所以此事 你想都不要想 那我不能就坐在这儿 什么也不干啊 你两个舅舅 现在还在外面 还有外公的同僚 亲顾也在 还有你的陪臣 赵崔 继子崔他们也在 放心吧 他们一定会想办法 为我们洗渊的 这个时候啊 你一定要 稍安勿躁 可是我现在 就担心我母亲 我怕他受不了 夫人醒了 夫人 夫人这才服了药 可觉得好了些 我无妨 可有重耳的消息了 奴婢四处打听 但此事重大 还没有放出一点消息来 夫人 夫人这才服了药 还是安心躺着吧 帮我更衣吧 夫人这是要去求见国君 求她 还不如去求君夫人 君夫人 可不如去 君夫人 君佛人 我得到这个称谓 已经十八年了 对吧 你好像还是头一回 这样称谓我 胡姬常年在冷宫 不得外出 所以 无缘与君夫人相见 那你离开冷宫之后呢 好像也没来看过我吧 是啊 你当年离这个称谓 就一步之遥 又怎么会心甘情愿 俯首于我呢 若君夫人愿意 胡姬可以天天来请安 但是胡姬认为 君夫人并不愿意看到胡姬 怪不得国君这么宠爱你 你果然是善解人意 可是你今日又怎么知道我愿意见你呢 如今崇尔无故被冤 我胡氏一族皆被株连 胡姬再一次跌入深渊 胡姬再一次跌入深渊 这个时候 他值得你这样费尽心思除之而后快吗 胡姬大胆 你敢污蔑小君 胡姬不敢 胡姬只希望 君夫人能放我们母子一条生路 十八年前如此 现今也如此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妨碍君夫人 也从来没有一丝一毫对不住君夫人 君夫人 你何苦要对我如此狠绝啊 妨碍 是啊 你又何时妨碍过我呢 可是怎么才算妨碍 大从你进宫开始 就住在鸾筹殿 鸾凤和鸣 何为鸾凤 亦指夫妻恩爱 像鸾凤般和美和谐 可是 你配吗 你才刚一游喜 国君就对你的儿子 以储君为之相许 那我呢 那我儿子却要住在宫外 不知道这个算不算妨碍呀 所以 才有了那个不祥之说 才有了我们母子十八年的分离 才有了今天的一切 胡姬 你要是证据确凿 可以去国家那里告发我呀 如果没有的话 请你乖乖退下 君夫人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跟你作对 以前没有 现在更没有 很多的事情 我们都心知肚密 不必捅破 我只求你能放冲儿一条生路 就是让我历死当场 我也死而无憾 妹妹 怎么说到死了呢 太严重了吧 瞧你 泪眼婆娑 看得姐姐好生心疼呢 刚刚姐姐也是讲了些气话 你千万别往心里去 你我弑君多年 虽说嫡数有别 但姐妹的情分 姐姐还是会顾的 你是不是想多了 我要是善渡之人 我怎么能允许允姬成事呢 对不对 没错 当初你入宫的时候 独揽君仇 姐姐确实有那么一星半点的酸楚 可是那也在情理之中啊 这些年都过去了 还有什么好争了呢 你看 姐姐现在已生华发 而你 还是青丝如墨 这样一比 那就力见高下了 我若是不顺受 这不是自己找不痛快吗 君夫人小心 你要干什么 你这是什么意思 此法如同胡姬之心 从未有与君夫人征徽之意 我的匕首只留给自己 绝不伤别人 好 既然你爽快 那我也不含糊 本来崇尔之事与我无关 但毕竟我是她的嫡母 也不能置之不理 现在的关键 是在那些心田官吏的身上 他们为求脱罪 就会胡乱攀扯 只要你允其保其性命 想必必令他们改口 多谢君夫人 你不要再顺着你 你不要再勉弃 你不要再用我 还是要再用我 去抢你 你不要再用我 越来越糟 母亲可知道 今日的大殿如何热闹 更热闹的还在后头呢 母亲的意思是说 这一切 全都是君夫人搞的鬼 她着实厉害得很 这崇尔在新田 累得要死要活 好不容易攒下点功劳 被她全部抹掉了不说 反而成了阶下囚 你且往下看 事情还未完呢 难道还有下文 这才刚开始呢 兄长 香儿都已经告诉我了 原本此事就十分蹊跷 现在咱们全明白了 这些贪官为了脱罪 故意改口诬陷父亲和崇尔 兄长可知道 你两位官员先居何处 在司寇所大牢 兄长是否可以安排 让我见他们一面 见他们做什么 我想劝说他们 说出实情 只有这样 才能为崇尔和父亲 喜庆冤屈啊 想让他们翻宫 恐非易事 再难我也要试一试 若我与夫人之尊向他们许诺 只要他们肯说出真相 我就可以保他们性命无用 这样想来 或许他们可以改口 你们都是寡人最信赖的进尘 召你们前来 是 就是想问问你们 对此事的看法 恕微臣直言 二公子崇尔 实属外憨内奸 加之又在异域长大 其性情彪悍反叛 其母其外祖皆为异祖 其心不归 为谋利益 更是不择手段 你觉得此事 是他做下的 不是微臣擅自异端 而是人证物证俱在 那糊涂到底亲力有多深 果军 臣以为 糊涂一向轻正 不至于 司寇大人此言差矣 若说糊涂以前轻正 那是因为崇尔公子身在义与 其女胡姬夫人又在冷宫待罪 她行事必然谨慎低调 可是现在崇尔公子回来了 她手里有了筹码 便起了贪念 先前未经国君允许 私调禁军迎接崇尔 本师见悦 臣还听闻 在崇尔回都时 万民称颂 天命所归 还有人捧至献酒 众所周知 唯有宗庙之祭时 尊者举至 非此自隐 便是心存不归 李克 在 你怎么看 你怎么看 国君 微臣只是在想 荀西为人夯后 对国君更是忠心耿耿 追随国君二十年 南征北岛里下赫赫战功 可是这样的功勋之家 却被强掠一空 可是荀西呢 并没有胜仗 若非国君今日电神 恐怕 他还会继续隐瞒下去 想来用心良口 此忠心 更让我等敬拜 你说得没错 不认识 荀西在这件事上 的确受到了委屈 他对寡人一片忠心 寡人 也绝不能让忠臣心寒 这个崇儿 真是胆大包天 天生的反骨 这一切都是姑母所谓 虽然知道这一切都是姑母所谓 可是我什么都做不了 若是将这一切事实说出去 崇儿时获救 可姑母 我总不能什么都不做吧 去找赵崔她们商量商量 去找赵崔她们商量商量 表哥 你 你什么时候来的 表妹 你这是干什么 我 我干什么 是你来干什么 你今天没去宴会 表哥特地给你挑了一些 精致的食物 来 你先尝尝这个 表妹 你怎么了 是不是我来得匆忙 一容不整啊 我说表哥 你这心未免也太大了吧 你们晋国朝堂上 发生了那么大的事 你作为长公子 未来的国君 不关心一下国家大事 不关心一下你蒙云受委屈的弟弟 跑到我这儿来给我送吃的 你太有闲心了吧 原来是为了这个 真没想到表妹你如此深明大义 还关心我们晋国的朝政 非是深深不关心朝政 而是这件事情 牵连甚广 双方各执一词 君复一时没有定夺 你说我还能说些什么 什么各执一词 什么牵连甚广 这明摆着 崇尔查了贪官 他们想脱罪 于是就污蔑崇尔 表哥 我觉得你现在应该立刻去找国君 表明你的态度 我的态度 你想想啊 你愿意相信你的亲兄弟 还是相信那两个罪犯 你是愿意相信 心田百姓众口异词 还是愿意相信 两个小人的馋眼 说得是 二弟返都的时候 的确有很多人是在称颂他 这就对了 全天下的人都说崇尔是好人 那为什么要相信两个罪犯呢 对啊 还有啊 那一车送到胡托府的珠宝 这摆明了就是栽赃嫁祸 若真的是贪腐 那得藏得多隐秘啊 又怎么会堂而皇之地 放在院子里 等别人来搜啊 是啊 表妹的确说得有道理 好了好了 你别在这儿附和我了 赶紧去找国君吧 现在 不是 表妹 这个 那个 什么这个那个的 不是 表妹 表妹 叶一身 君父肯定就起了 贸然打扰 那是不敬的 我敢保证 你君父现在绝对没睡 表哥 来 去吧 赶紧去吧啊 行 我听表妹的 现在就去见君父啊 对了 表妹 一会儿我走了以后 你要记得吃东西 不能空腹就起 这样会特别伤身体啊 嗯 我知道了 你快去吧 好 你去呀 将军和夫人一定要快 千万别耽搁 万一被旁人知道了 小人担待不起啊 你放心吧 快开座 喂 快开座 快开座 你们要干什么 如果心如雨 何时是梦的天空 如果泪如雨 何处是心的感动 就这么飘啊飘 伴我寂寞和风 就这么等啊等 重来心痛还是心痛 天啊有没有尽头 心如刀割海的暗楼 如果我是一体 化作泪也为你原谅 天啊有没有尽头 爱都藏还能回想 如果我是一体水 且尝比你也会感到温柔 天啊有没有尽头 爱都藏还能回首 如果我是一体水 且尝比你也会感到温柔 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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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动